韩国瑜29号与副手搭档张善政在台北合体 韩章团队端出政策牛肉 与蔡英文直球对决 五岁幼儿义务教育向下延伸 四岁三岁免协会 零到三岁年我们设立早期教育研究中心 优秀选手出得去 国际赛事进得来 运动产业发大财 贪污关进去 人民有福气 韩章团队的政策报告 特别聚焦在产业经济 韩国瑜指出台湾人面临闷苦忙 他有信心这份含金量高的施政报告 有助治理台湾 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行业 在台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跟乐观 我还找不到 另外韩国瑜29号当天 在台北为同党籍民代参选人 林玉芳站台时 抛出第三支穿云舰 这上年轻的军工叫锦销 学习一年 第一年的计划先送1%出去 带值 带薪水 政府每一个军工叫锦销 补助2万美金 60万台币 好不好